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 李宗盛 赞 李宗盛 各位 那种策略叫做蓝海 叫做什么 红海策略 只以价格作为导向 以现有市场作为竞争的区域 可是真正的蓝海不是红海 蓝海是必须要找到新的思维 才能创造新的改变 所以这本书 我非常非常建议 全中国的企业家 每一个人都应该 人手一本来研究 来了解 因为取代波特的新理论 将会是蓝海 OK 而蓝海战略的作者是两位 这两位呢 曾经也到深圳来 也到北京 有来执行过演讲 在演讲的过程里面 带来很多新的相对的观念 所以这边要开始跟各位来讨论 蓝海战略跟创新的思维格局 做的是开创无人竞争的 全新的市场跟全新的商机 各位请注意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在整个东莞地区 只有你一家饭店 这样了解吗 没有任何其他的饭店 那请问 你有没有竞争对手 各位有还没有 没有 那价格就由你决定 对不对 可是各位 现在有很多饭店了 对吗 好吧 请问 如果你是全东莞 唯一一家 有四星级的装修 五星级的服务 只收 没有星级的价格的话 请问 你有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 各位了解吗 这是为什么上海出现 莫泰168 莫泰168在上海 一下开了几十间 它的房间 因为上海房间很贵 举例 我的办公大楼的隔壁 最近开了一家 龙之梦 力金酒店 各位 那一天 我的员工跟着我到上海 他就很可爱 他就说 老师啊 我们公司隔壁 开了一家龙之梦 力金酒店 我们去问问多少钱啊 我说好吧 我猜是六百左右 他说老师 不止不止你啊 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八百左右 我说好吧 你进去看看 就他一进去之后 走出来 老师啊 我们两个都错了 2500一个晚上 2500一个晚上的正对面 是168 168一个晚上 各位 了解的意思吗 请问 2500的有没有能住啊 有 168有没有能住 有 各位了解的意思吗 可是 168是一个2500做不到的市场 2500是一个168怎么样 做不到的顾客 这样各位理解吗 所以他们就不是所谓的竞争者 他们就各自开发一个新的东西 去创造它更大的价值跟更大的领域 我们开始跟各位来讨论 各位 南海策略要做的是什么 维持高获利的南海战略 南海策略 就是有价值的差异化 选择性的降低成本 以及创造有效的新需求 各位 这是三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讨论 第一个叫做 有价值的差异化 很多人也有差异化啊 可是很抱歉 他差异化之后 没有办法创造更高的价值 那个差异化是没有用的 各位 再来 选择性的降低成本 这可能是你获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南海战略 举例 像我的公司 我就鼓励人家 我说现在都已经那么流行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用呢 举例 如果你是在香港 你每天要像东南方这一代 很多人就要在香港 我一定鼓励你 一定要在香港申请一个门号 为什么 因为香港的电话 现在一个月包月只要多少钱 34块港币 yes yes 香港电话34块港币一个月 对不对 34块港币一个月 包打勒 24小时包打勒 连国际电话都包打勒 各位 连国际电话都包打 连国际电话都包打 各位 所以你24小时从香港 打电话给美国 只要一个月付34块港币 各位 我要提醒你的事情就是 你要选择性降低成本 举例 各位 现在有电话公司 譬如说我在台湾 台湾有好多不同的电讯公司 有的电讯公司推出 网内互打不要钱 你是手机 什么叫网内 举例 它有一个品牌叫中华电信 有个品牌叫台湾大哥大 有个品牌叫泛雅通讯 知道吗 你是中华电信手机 打中华电信手机 不用付钱 就这个概念就对了 各位 那你说笨蛋 那这样它赚什么钱 不 它赚加值服务 这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知道吗 加值服务才是赚钱的关键 我们会再提到 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啦 OK 包括很多相关的概念 会在后面提到 我现在只告诉你 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所以 选择性降低成本 可能可以提升更大 举例 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台湾大陆都有公司 因此我们所有的公司 都是用什么 用Skype Skype是一个免费的网路 SKYPE 免费网路电话 所以我们节省 所有的国际电话费 我们所有这些公司 互动之间怎么样 都不用付电话费 不用付国际电话费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 选择性降低成本 再来 创造有效的新需求 各位 以前你可以想象男士坐脸吗 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娘娘腔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现在男士坐脸 是成为一种风潮啊 各位理解吗 男士要不要好好的保护 你的肌肤要不要 也要啊 各位你知道 美国五百大的公司 公司员工去上课 第一堂课是如何保养自己 奇怪 怎么搞错啊 各位 他说这很重要 他还教你如何选择保养品 跟男士上课 为什么 因为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门面 都是公司的宣传品 各位可以理解吗 所以各位 所以你说男士保养 是不是就是一种新的什么 需求 各位可以理解吗 很多东西是可以被 有效的创造出来 来各位 好 再来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红海策略 什么是 南海战略 来各位 请看哦 我们说红海策略就是以竞争 作为中心的思维 那是红海战略的思维 OK 举例 记得如果希望差异化 又要成本领导同时存在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呢 如果用竞争力的公式 什么是竞争力的公式 你的竞争力等于价值除以成本 各位 重复一遍哦 竞争力等于价值除以什么 成本 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成本越低价值越高 你就越有竞争力还是越没有竞争力 越有竞争力 成本越大价值越小你就越没有什么竞争力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好像你要做东西就是一定要考虑到成本啊 对不对 但是 很抱歉 不一定 因为如果用原来竞争力的公式来看的话 追求价值的增加 一方面成本又可以降低的话 一样是两难 就像鱼与熊掌无法捐得一样 但是各位 如果你可以接受差异化 只能提高成本 或者接受价格下降 但是透过成本大幅的缩减来获利 用这两种方法 选一个来取得你的利润 所以传统里面 你要把就怎么样 价格把它什么 拉高 多赚一点 要不然就把成本怎么样 把它降低 多赚一点 好像只有这两种思维 对不对 但是各位 这是红海战略的思维 在蓝海战略里面 它不是这样子想的 蓝海战略逻辑的最大差别在于 不仅公司的营收可以什么 成长 而且盈利也一定可以什么 成长 最重要关键是 消费者可以获得最大的什么 价值 而其中的秘诀就是 创造出有效的新需求 各位 这很重要 创造出有效的新需求 所以当你那个东西改变的时候 那就是蓝海战略 节省最多的费用 创造最多的价值 OK 所以你要进行有价值的差异化 那策略定价模式呢 跟选择性的 可以来降低什么 你的成本 用继续学的观点来说 继续学的观点 这就是一种利益均沾嘛 对不对 才是一种真正创造的关键 所以双方怎么样 都得利 竭尽全力 推动中国企业员工的职业化 权力以赴 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时代光滑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什么 swatch 叫做什么表 帅气表 各位 大家想到要买手表 都是买哪一国的手表啊 瑞士啊 瑞士的手表贵不贵啊 贵啊 随便就20万的明币 随便就30万的明币 随便就100万的明币 对不对 但是各位 后来会想说 另外有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瑞士的手表 是百年工艺啊 师傅手工制作啊 所以那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身份的象征 对不对 但是各位 后来发现 他的瑞士的手表 有一段时间输给日本电子表 对不对 输给日本时银表 输给日本电子表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 那完蛋了 那我们这样手表的话 怎么办呢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各位 他们后来想到一种表 叫做什么 Swatch 叫做帅起表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以前我们认为 一辈子就拥有一只表 一只好表就好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他现在告诉你 手表不仅是手表 手表是流行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帅起表 每一只平均最便宜 30块美金 30块美金就有多少 200多块的明币而已 最贵呢 100块美金 700块 800块的明币 各位知道吗 可是各位 他的帅起表 每天出现新的东西 每天有新的手表 知道吗 哪里制造的 made in swiss 瑞士制造的 他只是把传统手表 制造里面的一些流程 怎么样 把它改变掉 把它什么 简化掉 依然打上瑞士包装 他现在告诉你东西 帅起表 不是瑞士传统手表 帅起表 是全世界的流行手表 所以把流行 带到身上 叫做帅起表 所以每个东西 上都是一个很接近的 因为这是一种 跟国际接轨 非常重要 不过我们看到 帅起表 最重要的策略就是 他把贵的手表 变成流行 把贵的手表 价格降低 把你本来手表 是拿来计时 变得当作什么 流行 各位了解吗 他就创造了一个 不一样的思维 各位举例 来各位 现在你有没有开始 看到旁边有男生 开始打耳洞 有还没有啊 大陆有没有 对不对 也开始多了 各位你想想看 那是不是一个蓝海 对啊不对啊 以前只有女生 大家都开始 努力想办法 找女生来打耳洞 现在突然有个人 发现男生 应该打耳洞 一下多一倍市场 各位 所以很多的东西 都在你原来 没有的范畴当中发生 这个世界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去看朱德庸的书 漫画 还不错 里面提很多概念 知道吗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话 那谁来主导跟创造 这样的发生 那是重点 理解吗 谁来主导它发生 谁来创造它发生 你是主导者跟创造者 就可以变成 这样一个相对流行 好 所以我刚才讲 帅起表 OK 帅起表 帅起表呢 他把瑞士表本来呢 多而复杂的元件 大幅减少 成本也因为这样的 大幅降低 譬如说 他帅起表里面是不用螺丝的 他是直接用什么 焊接的 因此呢 即使帅起表 swatch是在瑞士生产 它的成本还是比 在亚洲生产便宜 各位懂吗 他把整个流程改变了 OK 所以呢 帅起表通过把理性的诉求 转为感性的创造 来作为怎么样 刺激需求 在成本方面 因为它里面的工具怎么样 减少了 零件减少了 制作方法怎么样 减少了 所以它依然可以跟 亚洲廉价的劳工来竞争 依然又有竞争力 这就是南海战略的精髓 各位 简单来讲 他并没有去跟别人竞争成本 他来改善他的什么 流程 他并没有跟别人 来比较同样的产品 他创造出什么 新的功能性的产品 来完全改变它 这就是一种南海战略 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思维 OK 所以各位 如果你可以理解 刚才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 南海战略的重点 就是要做到这件事 一起来重复 叫做 你的成本要降低 还是提高 可是你同时在提 降低成本的时候 可以创造顾客 更高的效益 还是更低的效益 成本又要降低 效益又要 升高 这很重要 进了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什么 需求 各位 取例还说好了 各位 请问 现在不管男男女女 当你要去上门工作的时候 你会不会需要买一套 好的西装 或者套装 各位 会不会 会啊 以前的时代有这种需求吗 没有 各位懂吗 所以有人就只做一件事 举例 如果你是做服装的 你服装你不需要什么服装都做 你只做一件事 你说 我们做的是新鲜人的第一套服装 各位理解意思吗 社会新鲜人的第一套服装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成为社会新鲜人的第一品牌 社会新鲜人的第一套服装 你想象一下 既然是社会新鲜人 他要的服装价格是比较高的 还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可是相对的要体面还是不体面 体面 如果有人可以只做这些事情 只做这个品牌 只做这个领域 请记住六个字 这六个字叫小需求 大市场 任何一个小的需求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因为那个需求里面怎么样 会有很庞大的人口 举例好了 各位请问 在大陆还有太多南海战略没有出现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出国旅游 对不对 去得到香港 一千多万人士 请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残疾人士的旅游 却不是那么普遍 对不对 但是各位你知道残疾人士 是占任何一个国家百分之五的人口吗 所以如果用13亿人口来算的话 百分之五是六千五百万人 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旅游人口 如果有人专门提供残疾人士旅游 那是不是一个南海战略 对不对 因为那是一个全新市场 各位可以理解吗 所以你有很多东西是还没有被发掘的 还没有被发掘的 但是各位 当然他很清楚知道 残疾人士的旅游 本来成本就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 比较高 但是你在思考一件事情 当残疾人士去旅游上 为什么比较高是因为需要有很多人帮忙 对不对 不管是推轮椅啊 或者等等啊 是需要有人帮忙的 然而就有人做一件事 他们推出一种旅游 听清楚 这是市场 也是未来趋势 有可能可以做到 叫做公益旅游 各位 什么叫公益旅游 他们的做法是 他们这一团招收20个残疾人士 同时招收怎么样 20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 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20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 是不是也是去旅游 可是他们在旅游的时候做什么事 每个人分配一位残疾人士怎么样 给他帮忙什么 照顾 双方都是什么 出钱的人 这样懂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成本可不可以降低 可以 因为他就不需要派20个人去照顾20个人 而这种情况 对于很多人 当他赚钱之后 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他们反而提供了一种回馈社会的需求 你以为我乱讲话吗 日本已经20年了 他们推出叫做海外旅游 里面叫什么 叫做海外建设之旅 什么叫海外建设之旅 一堆有钱人没事干 他们有钱之后去旅游 他们现在希望做一件事什么 他们去旅游之后 希望能够帮别人做事 所以 日本有一种旅游是 每一年到印度去帮忙铺马路 印度14天 铺路12天 真的不骗你 你还要花钱 你有听过 花钱当工人吗 因为那些老板 有没有机会当工人啊 那些老板到了印度去的时候 穿上工人的衣服铺马路 OK 他现在回家来之后 铺马路的照片会怎样 摆在办公室的正后方 各位理解吗 请问这对老板的工艺形象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有 请问对日本产品迈进印度 有没有很大的宣传 有 因为日本的来帮我们铺马路 不要小看日本的 所以我只跟各位讲 有很多东西就这样子 它就一样子 又可以出来了 所以你可能可以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 但是也可能怎么样 提高成本可以增加什么样 更高的效益 不一定是只能有 怎么样 得到其中一项而已 OK 好了 所以企业独特的优势呢 就可以形成竞争者之间的竞争的优势 价格上面有可能可以更实惠 可能企业呢 也可能怎么样 可以更获利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卖一种东西是 更便宜 可是赚更多 各位 有没有这样东西可以卖 有没有 更便宜 可是可以赚更多 开始去思考这种事情 举例 各位 现在有一种咖啡店 以前喝咖啡一杯要五十块 现在有十块钱咖啡 各位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它更便宜 因为它可以更便宜 因为里面不用请半个人 知道吗 它只有一个东西摆在那边 就是你 咖啡就留下来 就是咖啡机 对不对 卖咖啡的咖啡机 节省掉所有的这些能力资源 店面所有的什么 成本 所以可以什么 更便宜 好 各位 所以企业呢 可以创造更大的相关的利润 各位 所以说的厂商呢 应该要依循什么 依循蓝海战略的做法 蓝海战略的做法就是 去除客户 这各位 这四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来谈 第一个叫做 去除 来各位 重复一遍 叫做什么 去除 第二个叫做 降低 叫做什么 降低 OK 再来第三个呢 叫做 重视 叫做什么 重视 第四个呢 叫做 价值 叫做什么 价值 每一个企业都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什么问题呢 我如何可以去除客户不需要的功能 各位 你有时候卖东西给他 他并不需要你这里面所有东西 对不对 当然你去除一些功能 是不是可以降低成本 我如果可以去除一些客户不需要的功能 然后同时可以降低我的什么 成本 可是呢 我就重视到顾客原来没有被满足的什么 需求 而来怎么样 会顾客提供的更高的什么 价值 这是四个最基本的思维 在南海战略的过程里面 要跟大家来讨论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后面有例子来讨论 你为什么要开逛南海 因为产业历史显示 市场空间从来就不是很常不便 汇聚一流专家名师 聚焦前沿管理热点 时代光滑多媒体课程包 传授优秀管理思想 讲授先进管理方法 教授实用职业技能 让你自主自助便捷地学习 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 让个人